先放一个暴论 80%以上的人烟机造具集成造都是瞎买 不懂风量风压就买了 不懂近吸顶吸就买了 不懂火力效率就买了 不懂模块分离就买了 不懂啥是集成就买了 挑选的时候可能只看懂了品牌价格和外观 然后呢就买了 这不是瞎买是啥 装修选厨店从集成造开始 这是一场新栏目专门讲解各种厨店产品 如果是五年前 那我一定会从油烟机开始讲起 但2020年了 现在装修厨房第一个要考虑的其实是集成造 是的 哪怕你可能根本没想过用集成造 但我依然建议您从集成造开始悬起 因为只要搞懂了集成造 您就等于同时搞懂了油烟机 燃气造以及蒸烤箱 到底什么样的集成造才算好呢 看了几百款不同的产品 我提炼出了十个选购要点 只要按照这十个要点去对比评判 您就不算瞎卖 一 吸烟的入口 油烟机的分类有很多 最出名的就是顶锡和近锡 除此之外还有欧式 中式 侧锡 七字锡 集成造等等 多个常见的分类 要想理解这些分类 就必须知道油烟机在中国发展的历史 1997年 很多人家的厨房里可能只有两样电器 一样是用来帮助蒸米饭的电饭锅 另一样就是帮助排放油烟的吸油烟机 这时候流行的是所谓的中式油烟机 按照烟罩的大小来分 又可以分为浅锡和深锡两种 时至今日 深锡类的油烟机依然市场有的卖 普通杂盘价格一般在300到500 大盘在1000到2500元 虽然档次不高 但吸油烟的效果却不一定比欧式更差 2002年 源自欧美的现代厨房标准配置 开始在中国流行 原来还不觉得那么难看的中式油烟机 放到现代化厨房里 就显得格外的丑 因此 欧式油烟机开始大行其道 欧式油烟机又叫T字型烟机 没有龙烟区 价格是中式的三到六倍 大概就是1000到5000元之间 颜值的确是高 但是吸油烟的效果一般 只是因为和厨房装修风格好搭 所以买的人也不少 2007年 不满足于欧式和中式吸油烟的能力的中国人 开发出了烟机的新品种 侧吸 因为吸烟口距离灶台的位置更近 所以这种也被称为 禁吸 与欧式和中式这种顶吸烟机不同 侧吸以纯粹的颠覆着姿态登场 主打吸油烟的效果 尽管看起来不如T字型的欧式好看 价格也不如中式的便宜 但是由于吸油烟的效果确实好 所以很快就引发了大品牌的跟进 并成为了市场的主流之一 其后沿着提升吸油烟能力这条路 很多平板侧吸油烟机又增加了冷烟区 变成了冷烟侧吸烟机 没有冷烟区的侧吸 如果吸力不够 很容易导致跑烟 这种结合了中式深吸冷烟智慧的升级 显然可以提升吸油烟的效果 此外还诞生了距离灶台更近的产品 集成灶 以及同时拥有侧吸和顶吸能力的七字型烟机 上述各种烟机当中 欧式和中式都是顶吸 油烟上升过程当中必然会经过面部 一部分油烟就会被口鼻吸入 而侧吸七字型和集成灶则是进吸 油烟补到面部就被吸走了 不需要经过口鼻 不会被人吸住 七字型烟机因为有一部分是顶吸结构 也没有冷烟区 所以会有一部分油烟要经过口鼻 所以如果是顶侧双吸的七字型油烟机 可能并没有那么好 看完这些油烟机的分类 显然进吸的油烟动线 更为健康 而在众多进吸烟机当中 集成灶是距离灶台最近的一种 最早的集成灶曾经做过 从灶台火焰附近吸烟的深井吸 这种做法距离灶台更近 但是也因为太近了 所以容易把火吸进去 之后就被放弃了 目前主流的集成灶进风口 虽然比侧吸要近一些 但是距离火焰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算是在安全和效果之间 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 具体的选购 我的建议是这样 如果很少炒菜 图便宜就买中式 不差钱还吃这种盐呢 就买欧式 但只要经常炒菜 中式和欧式就都不合适 一定要选进吸 追求极致且没有大幅点少 首选集成灶 二烟机的风量 风量指的是理想状态下 完全没有阻力时 每分钟可以排出多少空气 单位是立方米 每分钟 可以简称为立方米 烟机的国家标准里 大于10立方米以上就算合格 但是市场上的产品 早已经不满足于10到12立方米 这种普通档位了 从2016年到2019年 这三年的时间里 主流烟机的风量 就从15立方米 提升到了18立方米 而很多主打性价比的产品 甚至已经开发出了 号称风量高达25立方米以上的 超级包抄大 理论上风量越大 吸烟效果越好 但是实际上 提升风量的同时 难免会让噪音也增加 因此能用低风量解决问题 也不见得是坏事 比如 鼎息由于禁烟位置高 所以往往需要更大的 风量 否则远处的油烟扩散 会很严重 而禁锡则不需要 把这个指标做到太高 也能实现很好的吸烟效果 对于很多禁锡烟机来说 比如说集中灶 15立方米的吸烟能力 可能比 顶锡20立方米的吸烟能力 还要好 所以 能给消费者在现场 演示炒辣椒的 也只有禁锡烟机产品 而顶锡呢 则只能演示 吸铁锅 当然 吸铁锅其实没啥用 就是一个蠢噱头 三 烟机的风压 风压其实包含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风压 另一个是最大静压 这个指标很有意思 风压是说 当风量从理想状态 比如说15立方 降低到7立方 这时候 管道的阻力是多少 最大静压呢 指的是风量降低到0的时候 管道的阻力又是多少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 要测试一个人力气大小 那就要找一个明确的力量的机器人 跟他对推比赛 如果你能推动440% 那你的力量就是440% 如果你能推动310% 那你的力气就是310% 很明显 最大静压 数值会比风压更高一些 看起来更好看 所以大家在电气标签上 看到标注的 一般都是最大静压 那风压有什么用呢 理论上 烟囱内部应该是负压区 这里边的空气会被抽到高空排掉 但是实际上很多高层楼房 在做饭的高风期 烟道不可能是负压 你家的油烟机必须要有一定的推力 才能把烟气送入烟道 这也就是风压存在的意义 一般常规油压机最大静压呢 在300到400% 虽然不算大 但也算是主流了 同时多说一点啊 如果不是极端环境 现在某些品牌主打的700%以上的超大风压 其实啊 您并不需要 因为风压是排烟能力 而不是吸烟能力 只要烟道阻力没有那么大 那您追求更大的风压啊 其实就没有意义了 4. 风道的设计 影响噪音的不只有风量 还有风道的设计 高端油烟机追求的 是从吸入到排出的过程里面 尽量保持在一条直线上 烟气不走弯路 既能最大化风量风压的输出 也能降低风噪压低噪音 机身造领域目前依然存在大量的左右排烟式的风道设计 宣传上呢 商家会强调双向排烟的便利性 似乎能同时双向排烟好像还是个优势 但实际上 双向不过是设计上的一种图省事 真正要追求更大风压和更小噪音 单向排烟才是首选 业内把这种单向排烟的结构称为 鹦鹉螺单向直排风道 顾名思义啊 夜轮外面的窝壳用的是鹦鹉螺仿生学原理 排烟的方向呢是固定的 单向的 不用问具体谁家是什么风道 你就记住一点 凡是不敢拆开给你展示鹦鹉螺风道的 那就一定有问题 上面四条呢都与烟机的选购有关 下面三条针对的是灶台的选购 五灶台热负荷 燃气灶上有一个指标叫做额定热负荷 一般是以瓦为单位 这就是我们见到商家宣传4.2千瓦火力 或者5.0千瓦火力的来源 通常来说啊 大家都会觉得火力越大越好 因为咱们中国实在是太喜欢猛火爆炒 那为啥在家里做饭不如饭店大厨呢 另要找客观原因的话 那可以说因为家里火力太弱 商用炒炉火力现在都是40千瓦以上 真正的一分钟两分钟出一个菜 那根据国家标准 家用燃气灶最大的火力上限 被锁死在了5.23千瓦 当然以大多数人的厨艺和家庭环境来说 你追求更大的萌火也没啥意义 以家用来讲呢 如果还达不到4千瓦 确实有点小 如果达到5千瓦呢 基本也就够用了 六灶台热效率 当然啊 热负荷还不能完全代表火力 这里有个公式 有效火力等于热负荷乘热效率 要想提高有效火力 不仅热负荷要大 热效率也应该尽量高 最新一代燃气灶能效认定标准 是2015年开始事情的 这个标准里呢 详细标注了每种燃气灶 应该达到的热效率 其中的大气势呢 就是普通燃气灶 而红外线呢 市面上一般叫做聚能灶 虽然红外线更节能 效果也更好 温度呢还不弱 但是和大部分国人的炒菜习惯呢 稍微有点出入 所以啊 市场占有率明显比大气势 也就是普通燃气灶要更低一些 国标中 默认的热效率是 台式大于嵌入式 大于集成灶 虽然台式是最便宜最低端的 但是因为放在台面上 空气吸入量更大 所以啊 热效率会更高一些 嵌入式和集成灶 都因为是密封的原因 所以空气吸入呢会更少 热效率呢也就变差了 2015年国标刚出来的时候 能达到一级能效的产品 不足10% 现在几年过去了 能达到一级能效的呢 多了一些 但是啊 还有大量的二级和三级能效产品 依然在市场上 无论买何种造具 一级能效是基础 如果要更大有效火力 热负荷应该尽量达到5.0千瓦 7.灶台的面板 为了方便清洁 也是追求美观 所以啊 很多燃气灶和集成灶的面板 都会使用玻璃材质 如果玻璃的质量不够好 就难免在温度变化下 发生爆裂 有些人会说啊 这种爆裂是集成灶 或者某些个别产品的问题 但其实真不是 只要用了玻璃面板 且不是耐热能力强的钢化玻璃 那出事的概率啊 都会比较大 不过这不是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 只要玻璃面板的质量过关 就不用担心了 耐热防爆钢化 材料质量到位就不会裂了 最近几年 随着玻璃行业 整体品质的提升 这方面的问题呢 越来越少 只要别买太便宜的杂牌 就不用担心了 最后三个选购要点 是针对集成灶的 8.模块化结构 面向未来的集成灶呢 一定是模块化的 类似于电脑主机那种 机箱电源主板CPU硬盘 能单独的拆装 业内喊模块化也喊了四五年了 但真正能做到模块化的 屈指可数 模块化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 每个组件的功能更独立 可靠性更好 这样就不用担心 某一个功能坏了 就整体趴窝 第二 后期维护和维修更简单 甚至更新换代 都有可能实现 就类似于电脑升级个显卡 实现难度大幅降低了 第三 产品有更多的集成可能 不再局限于消毒柜 和什么简单的真好响之类的 如果没有模块化 那可能就只能集成消毒柜 关于更换模块 多讲一个案例 针对使用三到五年的烟机 会出现电机老化的问题 德普集成造提出了换新方案 基于集成造整体的模块化设计 窝壳电机风轮都可以快速进行拆装 用几年后 当你觉得风力不够了 花点钱 直接换套新的就搞定了 几百块钱实现几千块钱的效果 比拆洗的效果更直接 也更彻底 建议油烟机行业都以此为标杆 针对电机和风轮都能给个低成本的换新方案 这才是消费者之服 九 电器的分离 这是模块化后的一个优势 也是很多品牌做的不好的地方 传统造具不需要通电 等于天然与用电隔离了 这就避免了电火花导致意外的可能 但是集成灶呢是需要用电的 如果造具的用器和烟机电器的用电不能分开 那就会存在安全隐患 尤其是某些做不到模块化的产品 恨不得一百条线全都插在一个小小的电路板上 难免会发热故障 安全风险极大 好的模块化设计 燃气就是燃气 电气就是电气 物理性分开 尽可能避免接触 那到底有没有做到气垫分离呢 让商家拆开一看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肉眼可见的直观指标 做到了就是做到了 没做到呢 你一看就看出来了 10.集成的电气 集成灶到底都能集成什么功能呢 第一代集成灶也叫烟灶集成灶 一般是集成晚架拉篮 空间利用上可 但是功能太单一 有点浪费了集成打下的这套底子 第二代集成灶也叫烟灶消集成灶 集成了消毒柜 有用是有用 但是依然略显鸡肋 第三代集成灶也叫烟灶蒸集成灶 集成了蒸香 大幅提升了集成灶的烹饪能力 是一个非常好的改进点 第四代集成灶也叫烟灶蒸烤集成灶 集成蒸烤一体机 不仅能蒸还能烤 而且支持蒸烤混合 算是当下最硬核的集成方向 集成灶到底要集成什么呢 下面是我的建议 第一 告别烟灶和烟灶销 哪怕是疫情来了 哪怕是价格更低了 但是集成消毒贵的集成灶 市场占有率依然在减少 我不建议考虑烟灶和烟灶销 因为这两个都属于落后淘汰产品 现在入手完全没有必要 第二 烟灶蒸烤比烟灶蒸性价比更高 市场上烟灶蒸的均价是一万多 但是烟灶蒸烤的均价还不到八千 那为什么多了一个烤的功能 价格反而降低了呢 其实不是因为蒸烤功能不好 而是某些只集成了真功能的集成灶 溢价太高了 毕竟集成灶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 还是个新东西 市场不够透明 所以难免会买错 对比下也很明显 嵌入式单烤和嵌入式单蒸的市场 一直在萎缩 但是嵌入式蒸烤一体机的销量 却在增加 这也证明了蒸烤才是趋势 上半年我做盘点的时候 烟灶蒸烤产品所占的比例 还不到10% 但是现在已经稳定在了15%以上 增长的速度非常快 尽管烟灶蒸占有率维持在了28%左右 依然比烟灶蒸烤还要高 但真要比哪个更值得买 无疑还是烟灶蒸烤集成灶 功能更强 价格更低 它不香吗 除电那些事第一集从10个角度讲了烟机灶具集成灶的选购知识 我知道除电水很深 真要买到COP产品 这才只是一个入门 后续我还准备了一些硬核的拆机分析 不知道大家是想看呢 还是想看呢 还是想看呢 做视频不易 您的点赞收藏投币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本集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